谈到了福音的奥秘 上帝如何在耶稣基督里 称罪人为义仗的恩典之后呢 保罗就开始从12章到16章 讲到了基督徒的伦理 或者是新生活 前面讲到新生命 后面就讲到新生活 一个基督徒如何在神的面前 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呢 他讲了很多细节的指导性的内容 当然这里肯定不是包括 所有基督教伦理的内容 只是针对罗马教会保罗这样讲了 同样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 虽然这里面不是包含着 所有的基督教全部的伦理的生活 但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 带给我们这样的教训 那么今天的16节里面说到了 你们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扶救卑微的人 不要以为自以为聪明 那这里面其实核心的一个吩咐 就是第一句 要彼此同心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是一个否定的 消极的 谨止的 然后倒要扶救呢 是积极的 其实就是第一句话的进一步 细节的讲解释 不要自以为聪明也是一样 如果一个人 要想彼此同心 要克服志气高大 如果一个人要彼此真的同心 就会辅救卑微的人 一个人如果要彼此同心的话 教会里面要彼此同心的话 当然也不要 这个自以为聪明 所以我们来一一的来看 什么叫做要彼此同心 如果我们参考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说到的 你们要彼此同心 强调是在思想上 你们要在思想上要达成一致 在思想上进入到这个意 思想上 想法上要达成一致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要从两方面理解 第一 就是一个身体 保罗在十二章四解道 五级里面说到 正如我们 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样多的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保罗这里面讲到了 一开始说到我们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 肢体不同 所以彼此要佩戴 肢体上器官也不同 在保罗的神学里面 在教导里面 他谈到了很多身体的问题 来类比教会 那一开始说到 这个好像肢体正如好多肢体 但是后面又进一步说 你们在基督里成为一身 这是事实 前面是类比 我们就像身体一样 我们有不同的功能 但是后面说到 我们实际上 在基督里 真的就成为一身 成为基督的身体 教会的一部分 一个成员 一个肢体 那这是因为 我们知道 在基督里面 借着圣灵 我们同营一位圣灵 然后就连于基督 连于基督的缘故 我们成 基督成为我们的头 我们成为他的身体 我们各自就照着上帝 给我们的恩赐 成为在这个身体上的 一个肢体 所以这是一个事实 是借着三一上帝 成就的一个事实 我们具有一个 同一的身体 一个身体 那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在这里面 我们也要留意 一个事实 这个身体是属灵的 透过救恩 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 因信基督 才成为基督属灵的身体 被圣灵引导 接受尊基督为王 尊基督为元首 相信神的话 愿意顺从圣灵 借着神的话 在我们心里面的 这种统治的人 才成为基督的 一个肢体 那非基督的图怎么办 所以在这个基础式上 前面我们谈到 就是我们在亚当里面 实际上 我们还有一个一 从术语上叫做 同一性 同一性 有的人说是同元性 我们同出于一个祖先 那同一个祖先的缘故 所以我们说是同一性 具有同样的人类的本性 我们不是同时被造成若干个无数的类似的同时并行的这样的人 我们是先被造亚当一位 后来从亚当里出被造女人 然后他俩实际上是同元的嘛 同一的一个身体嘛 然后结合 组建家庭 生了诸多的子女 后代 就是我们的祖先嘛 最终亚当 再往近一点的 挪亚一家八口 我们都是出于亚当 所以从一本造出 万族来 我们都是具有同一性 这是意义 原本我们是同一个人类 同样住在地球上 我们跟火星人可能是驱兵开来 火星人 假如说说一号有人的话 火星人是不同不同类的 因为我们不相信人类之前还有若干无数的同样的人类 那是现代人科学呀 什么外星人呢 很多热门话题 联想出来猜想出来的 圣经启示了我们只有亚当第一 亚当就是人 耶稣基督救赎的也是 他是默后的亚当 所以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界观 是以地球为中心的上帝的计划 创造的在地球上的同一本源的人 第一亚当开始了诸多的人类 最后在默后的亚当里形成新人类 这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关于人类宇宙的历史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脑洞大开发挥想象 毕竟有很多未来世界 我们也没有拿着 这个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火星人 或者这个人外有其他的生物 高智能 虽然美国一些透露的什么一些 这个星球上的人 等人类的事故啊等等 但是我们无从知晓 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就是这样的世界观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是同一个亚当的后裔 因此我们带来这样的 原本是一的这样的一个家人 一族人 一个血缘 但是我们看到因着罪恶的缘故 然后带来了这样的分裂 带来了分裂 那么我们看到这种分裂 表现在很多的地方 那表现在很多的地方 最初呢 我们看到这种分裂 是因为人与神之间的分裂 然后造成了第一个 第一对夫妻之间的分裂 两个人彼此推卸责任 我们这个以前反复强调太多了 我也不重复了 然后甚至亲兄弟之间也产生分裂 彼此哥哥杀害了弟弟等等 然后后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种裂痕 在人类历史上不断的出现 甚至父子之间 甚至这个等等 很多这样的割裂 国与国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产生不同的割裂 总之呢 堕落 最初的堕落产生了罪 而罪又产生了 持续不断的这种割裂 使我们与神之间的割裂 我们本来是与神是合一的 然后割裂了 然后我们本来是同族的 结果越来越割裂 直到耶稣基督来 他第一亚当里面的这个同一性 因着罪的堕落 带来了这种割裂 那这种同一性呢 是自然的 是本性的 因为亚当的出生 我们都是同一性 但是因着第二亚当 他又来恢复这种同一性 那这种同一性 我们称之为这种 同一个身体的这种奥秘 这是属灵的 而且是恩典的 不是这种本性的 因为我们就近来说 我们不是同一个性 同一个民族 甚至也不是同一个亲 亲属 随着人类的发展 虽然是亚当里的同一性 但是我们不是什么亲属 血缘关系 因此我们的这种同一性 不是基于本性的 而是基于恩典的 因着恩典的缘故 我们在基督里成为 因为恩典的缘故 我们在属灵上 成为同一个身体 也正因为这个 我们超越了近 比较近的血缘上的差异 或者是性别上的差异 或者是族谱上的差异 或者是民族上的差异 我们又看到了 我们又重视了 就像一般人类文化学里面 所研究的一样 重新更加重视了 比一般人类文化学 更加重视 就是我们在亚当里面的同一性 因为恩典 就像我们曾经忽视 普遍恩典一样 自然界 我们以为信了耶稣 一切世界都是否定的 但是当我们明白上帝救恩的时候 我们越发重视这个世界 不是贪爱世界 更加重视了这个世界 透过上帝的救赎 透过上帝的特殊启示 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们所轻视的这个世界 本身有很重要的价值 神荣耀的舞台 剧场 在神的计划当中都是善的 因此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 去善于管理这个世界 所以在特殊恩典里 更加重视了 更新了对自然的理解 那因此呢 我们看到这里面说到了 我们应该成为 以首先是在身体上 亚当里面的同意 我们是同源 同一个组 因为罪的缘故破坏了 所以产生了割裂和伤害 基督和仇恨 利益的纷争 国与国之间的争斗 家族之间的分裂 甚至亲属 父子之间的割裂 夫妻之间的割裂 兄弟之间的割裂 但是在基督里 因之信基督 同引一位圣灵 同与基督联合 成为基督的 同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 我们在属灵上 在恩典里 成为一了 那第二点 既然有这样的恩典 我们成为一了 所以使徒才 圣灵借着使徒劝我们 你们要彼此同心 要想法一致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 可能很难 罪带来的影响 在我们生活 生命的每个领域 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 杀伤力 它的破坏性 其中一个就是在思想上的 这种冲突 或者割裂 原来 上帝对亚当 分布了一个命令 园中树上的果子 可以随意吃 只是善恶树上的果子 不可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直接一对一给亚当 然后亚当后来 上帝给亚当造了妻子 然后他又跟他妻子讲 我们这个可以推测 因为夏娃后来 跟这个蛇沟通的时候 甚至跟上帝辩解的时候 我们看到夏娃也知道 这个命令 除了亚当告诉他之外 他是不可能知道的 所以他又跟他的妻子说 当他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他妻子的时候 他和他妻子之间就共享了同样的想法 关于神的 关于那棵树的 关于我们生活的人生目标 价值判断 包括我们的善的概念 我们追求的目标 只要他们常在真理里面 持续的以神的意念为意念 以神的价值为价值 去顺从神 爱神的话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甚至经过考验之后 他们可能直接进入到更高的境界 那个真正的不朽的生命的状态 不会跌倒的状态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他俩之间 在认知上 在共享这个知识上 出现了分歧 首先是夏娃 关于这个思想 关于神的旨意 关于这棵树的知识 开始加添和减少了 神其实都不可吃吗 不是的 然后不一定死 撒旦给他的话 然后反倒有智慧 然后也不可摸 减少了神话语的那个威严度 减少了 删减了 吃的日子必定死 变成不一定死 然后第二 也加添了 不可摸 神说不可吃 他说不可摸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夏娃在认知上 已经跟亚当之间产生了分歧 所以这种分歧呢 逐渐在人类历史当中 出现了各种主义 对政治的理解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包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 因之罪的缘故 我们越来越自我 我们的思想越来越产生分歧 然后不只是空间地域之间的差异 人类分散在地球各处 然后这种交流之间的障碍 就像我们之前学教会历史的时候 为什么有东罗马 西罗法 所谓的东西方教会 我在这个某个学校讲课的时候 学生问 什么叫东罗马 因为他们是传统家庭教会嘛 所以没学过教会历史 然后什么叫东罗马 什么叫西方教会 东方教会 东方教会是不是我们中国呀 大家听着可能觉得可笑 不要笑 真的就是这样 现实就是这样 很多肢体呢 没有受过很大的 高的教育 甚至对一般的历史也不太知道 然后甚至基督教的历史也不知道 所以他问东方教会 是不是我们呢 因为中国人有那种情节 一讲到东方 有一条什么龙啊等等 我们就自然的想到 我们是东方大国啊等等 所以东方教会 是不是中国呢 根本没关系 那这里面什么东西罗马之间 为什么产生分歧呢 不只是地狱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一个是拉丁文化 一个是希腊文化 阿尔卑斯山隔开等等 地狱之间交流很 交流不通畅啊 交流不通畅 这边发生什么事 那边发生什么 这边用学三位一体的时候 那个用语之间 词汇之间有差别吗 所以造成这种分歧 是因为很多因素啊 人的那种地狱的缘故 包括罪的缘故等等 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 但是这里面却 在基督里 我们重新回到一个身体 那带着这样的分歧的时候 如何在思想上达到一致呢 这就是救恩的 其中的一个层面 让我们在真道上合一 美国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都读同一本圣经 虽然翻译上 英文版本也好 中文版本 中文有好多版本 英文有好多版本 版本上有细节的 微妙的差异 但是都读同一位神的话 当我们越发集中在神的里面 爱神的时候 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在真理上 就会逐渐地达成一致 我们还记得 在罗马书12章一开始的时候 说到保罗以神的慈悲 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献上一种圣洁的 神所喜悦的 一种理所当然的 事奉的时候 说到了什么吗 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堕落的思想 亚当堕落之后 逐渐积累形成的 各个地域形成的 不同的世俗的 抵挡神的文化 价值观思想 不要效法 然后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查验和为神善良 纯全科学的这些 思想要更新 我们的心思要更新 用什么更新 用神的话 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 在埃及里面住了430年 400年的时间 他们几乎很多方面 已经被埃及同化了 固然他们有 他们特有的西伯来文化 但是当我们在跨业里面的时候 发现他们想起来的 思考的造牛犊等等 这些已经反映了 他们根深蒂固的 受到了本土的一些 恶俗的影响 一些宗教的观念 一些想法 所以上帝把他们从埃及 带出来之后 给他们一年的时间 颁布律法 教导他们如何去礼拜 如何去献祭 如何去侍奉 如何去灵舍与之间 社会之间的关系 垂直的跟神的关系 水平的跟灵舍的关系 爱神爱人的 这个不是照着埃及的方法 是按照神的方法 所以他们一定要不断地听耶和华的话 听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思想就不断地要除旧 要更新 抛弃旧的想法 按照新的想法来生活 这就是心意更新 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才能够按照神所要求的来敬拜他 新约就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之下来的 所以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教你们查验何为神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然后去献上理所当然的 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事奉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 从各族各方各地 虽然我们大体上都是中国人 中华什么再大一点的 韩国人和日本人 中国人都是亚洲地区 基本上都是儒家文化这种思想的 毒害的 以前我们是以这个交号 现在想想看很多都是有很多毒害在里面的 然后影响的这样的人 那么我们其实共享了某种类似的 跟欧洲人和美国人是有差距的 文化上的差异 亚洲人至少还有共享的相似的很多 对不对 即便如此还是有差异冲突等等 受了七八十年的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的熏陶 社会主义的熏陶和韩国人 同样都是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些人 但是做事想法还是不同吗 是吧 文化上有差异 如何聚在一起 因着信耶稣就能自然达到一致了吗 不会的 我们思想里面根深蒂固 不同的家庭 同样中国人 同样生活在一个社区里面的中国人 尚且因着父母的教育不同 两个小孩子在学校里面 幼儿园里面或学校里面 同样的肤色 同样一个小区里面人 结果想法不同的 习惯不同 判断不同 感觉不同 所以这种差异 是因着堕落之后 带来的不同的结果 然后又产生综合的这样的反应 以至于我们会有不同 那么聚集在教会里面 就会自动的不一样吗 不会的 所以如何达成合一呢 刚才我讲了罗马书 十二章一节到三节到四节 那还有一出经文 就是以夫所说 同样的使徒保罗所说的 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这里面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 有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按其职 建立基督的这个身体 属灵的 我们刚才所谈的身体 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职份 教导的职份 各自尽他的本分 去教导 建立基督身体 然后建立到什么程度呢 只等到大家 众人 在真道上 同归于义 各自的家庭背景 各自的判断 喜好 性情 习惯 想法 不同 然后天南地北的人 搞在一起 然后像聚在这个 西乃山下 河里山下一样 就聚在一个教会里面 有心教会里面一样 虽然讲着同样一本圣经 但是 要在真道上 同归于义 当然这个圣经是相同的 版本不同 基本上内容是 大同小一样 基本上 细节上差异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大公教会告白的什么 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加克顿信经 亚特纳修信经 等等 包括再小一点的宗派 我们是长老会 我们所属的教会 要告白 维斯米斯特那一套系统 对不对 礼拜模范的规范 什么大小要理问答 维斯米斯特信仰告白 这些标准 那我们在学习圣经 学习这些的时候 来促成 来达成 我们在信仰认知上 达到一致 然后这种一致呢 因为形成了一样的世界观 一样的价值观 一样的观念 渐渐的最大程度的是 让我们在 这个有形教会里 向着那个合一去 逐渐的追求 直到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和终极目标的 直到 这些先知也好 这些传福音的好 牧师也好 教师也好 使徒也好 重要的责任是 话语 传讲神的话 真教会的标志 不只是 话语正确的宣讲 还要有 去接受神话语的人 话语正确的宣讲 我们可以用 现代所有最高科技的技术 用网络也好 全球性的这个广播也好 同时间的直播也好 都可以达到 信与不信的人都能听见 这个正确宣讲容易 但是真的以阿门 信心去接受的时候 才有真教会 所以神的道备宣讲 那些真心接受神话语的人 就 建基在正确神话语的 信心基础上的人 形成真教会 而这个真教会 要逐渐地成长 直到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上帝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 所以这是教会 牧会的方向 这是你们来教会 我们来教会 追求的方向 在真道上追求一致 在长大成人 长成基督 满有长成的神量 而这个成长的基础 就是真道 所以大家为什么说 来教会感觉一种 学习这么多呢 因为教会核心的本质 就是真理的学习 我们可以搞一个 就很轻松的气氛 但是如果把所有的真理 抽离的话 那么我们教会 虽然是包装成基督教的形式 挂着某某什么教会的牌子 或者举着什么什么 红色的或者是白色的十字架 外表看着是基督教 但是实际上里面信仰是空的话 它只能是打着基督教 形成的一些社交团体一样 跟大学里面 大家所参加的什么 这个乒乓球团契 这个催眯小组 Dance 什么Nolay 什么Grim 那样的兴趣小组 都没什么差别 共同点是 大家可能有共同的爱好 那基督徒呢 是聚在一起 好像我们都是信耶稣的 但是里面抽离真理的话 其实达不到真正合一的基础 或者说表面上可能形成合一 但是实质上 我们各做同床异梦 同样在一个基督教里面 但是大家信的都不同 想的都不同 世界观也不同 你想的世界是循环 这个轮回式的世界观 因果报应的世界观 你想的是这个等等 大家想的也不一样 价值观也不一样 有的人觉得 这个同性恋是违背创造的原理 虽然从文化层面 从各个方面能够理解 同性恋的问题 但是我们无法认同这种做法 因为跟上帝所创造的原理不同 那有些人就觉得 这个有什么 无所谓嘛 大家都觉得这个应该尊重嘛 个人的喜好嘛 或者什么 人生下来就这样的嘛 想法就不一样 到底怎么办 所以教会和一的很重要的基础 核心恒常的使命 这个是基督教教语第四尊里面会讲 教会里有一些职分是暂时的 可有可无的 但是有一些恒常 上帝给教会不可缺失的职分 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 使徒 限制 教室 牧师 传福音的 你发现都共同点 传讲神话语 因为没有神的话语 就没有真正的教会存在 旧约里面 你即便是留下 仪式和仪文 形式 节期 献祭的制度 如果没有律法 实践 宣讲的话 所有的都陷入到迷信里面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个仪式背后蕴藏的 那个真正旧文的意义 献祭为什么要献赎罪祭 背后神的圣洁的属性 和我们的罪的问题 我们需要悔改的问题 等等 所以 新约也好 旧约也好 上帝的话语的宣讲 成为教会的核心 基于这个基础上 我们什么 我们因着这个知道真理 我们知道 我们是肢体 要彼此相爱 我们要彼此帮助 彼此掺纳 然后如何以神的话的原理 去面对试探 试炼 逼迫 面临诸多的问题 所以真理是教会的本质 耶稣基督问 人说我是谁 然后最后问 那么你们认为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耶稣说 教会就建立在这磐石之上 所以有的人说 天主教说 这是建立在彼得的坟墓上 完全错 彼得是小石头 耶稣讲的是文字游戏 是磐石 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 或者是基于基督的告白 使徒说 这教会有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已经基督做根基了 没有人能再立 所以基督才是教会的基础 所以福音是教会的基础 因此教会除了把真理 抠除在外的话 那么教会就不能成为真教会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教会的核心使命 是真理的承传者 教会因着接受真理 成为真教会 教会因着承担了这个使命 要传扬这个真理 这是核心本质 核心本质 然后其他的也很多重要 什么水平的彼此相爱团交 都是因为真理这样丰富了 我们才这样实践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 我们是同一的本源亚当 但是堕落之后 破坏了 然后因着基督的缘故 我们又回归同一个身体 合一了 但是问题是 我们这些合一的 属灵里恩典里 虽然是已经成为一个身体了 但是实际存在的 在认知和思想 价值观上是差异的 所以大家来了教会 就是要被洗脑的 能理解吗 我们要接受神的话 被神的话更新 好听就是更新 用稍微扁一词 大家能够感知亲切的 就是要被神的话 这个洗脑 坏的事情是被骗洗脑 是吧 我们变得无知了 不知真实了 但是我们是从错误 很多里面一些 这个错误的观念 世俗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接受 神的话语的更新 这个叫教育 叫更新 虽然我们用了这个 负面的 小姐的此心 是让大家直接指观 其实来教会 就是要接受再教育 被更新的 这样的话 我们在知识上 在各个方面成长 心意更新而变化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 十二章一节到四节 包括以弗所书四章 十一节到十三节 包括他在提摩太书里面 都谈到了教会 最重要的 就是真理 教导更新 然后这种认知上 达成合一的过程当中 我们越在真理上 达成一致 我们就越接近这个合一 这是我们要 彼此同心的意思 因为我们是同源的 但是破坏了 所以我们现在 在基督里 是同一个身体 所以我们要同心 同心就是思想上 要达成一致 当然这个跟一些 极端的那些什么 什么蓝世界的 那种极端的 那样的 或者是北边 那个国家 要达成某种 政治性的统一 那个不一样 我们之所以 坚信在真理里 达到一致 是因为上帝是良善的 他的真理 是值得信赖的 所以我们愿意 接受这样的真理的 洗礼和更新 在他里面达成一致 更何况 堕落是远离真理 渐渐地形成错误的 很多思想 我们蒙救恩 我们就是要回归 重新除去那些 堵害我们的偏差 扭曲的观念 然后回归到真理里面 让我们的思想 与真理达成一致 这就是我们得救的 其中一个层面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要彼此同心 使徒保罗是这样 分享的 这样 这样祝福 那么我们就来看 一个是首先 要不要志气高大 另一个就是要 福就卑微的人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是 原来来说同源 另一方面 我们又是同一个身体 各自做肢体的 因此呢 要想达成一致 和一 首先我们不要志气高大 这里面有意思的是 翻译是志气 其实和同心 这个心和志气 原文里面是一 同一个单词 就是思想的意思 你们不要 你们要彼此 要思想要一致 想的同样 同样的想法 然后第二 你们不要志气高大 你们不要思想 那个骄傲的事情 就是你们的思考 不要骄傲 不要骄傲 如何能够同心呢 如何能够达成 思想上的同心呢 首先要抵挡 要防范 要拒绝 要留意 不要志气高大 不要在思想上 中文翻译的 就是志气高大 翻译的比较贴切 不要想那些 高大的事情 其实就是心气高 是吧 志气高大 这个不是说 我们的理想啊 梦想啊 心智的问题 是我们前面说的是 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我们说好高 好高骛远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心气上 不是说有目标的问题 是态度的问题 肢体之间的那个问题 所以这里面说 要避免志气高大 前面远一点的 近一点的经文是 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恰当的看待自己的同时 也包括看待别人比自己强 就是说懂得欣赏别人身上的优点 我们人的本性呢 就有这样的弱点 要么就是我们过高的评价自己 要么就是我们刻意的去 无视别人的优点 然后抹杀别人的优点 然后来寻求我们自己的安全感 特别是我们觉得是 彼此竞争的关系 跟自己没关的人 别人的长处可以拍手为他 我为他高兴 咋能打 称赞他 给他个赞 但是如果是彼此之间竞争的关系的话 听到别人的 获得更多的重视 被尊重 被证实 被称赞 被鼓励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不舒服 然后去刻意的去 用我们的言语和方式去 贬低对方 或者是抹杀对方的这种长处 这是我们人的本性 换句话说是嫉妒 这个十二章里面 有很多话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 彼此不要争敬嫉妒 那个嫉妒就是 你就没有办法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可以同哀哭 但是没法同喜乐 你要嫉妒他的时候 好的时候 看他升官的时候 看他蒙声祝福的时候 蒙声重用的时候 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对不对 同样这个也一样 当一个人志气高大的时候 会容易骄傲 高抬自己的同时 也会去贬低别人 有些人无所谓 你照顾的弟弟妹妹 无所谓 但是如果是 你的竞争的对手的话 很容易我们会倾向 我们的本性会倾向去贬低对方 到大人的政治游戏 利用媒体去打压对方 一样 从小到小孩幼儿园里面 这个也一样 然后我们经常经历到一些 我们内在的一些 特殊的奇怪的 莫名其妙的那种情感的变化 我为什么对毛宝人这么敏感 我听到别人称赞他 或说他好 或者看到他成功的时候 我会很痛苦 就是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对某些人 是没有任何芥蒂的 他好 我就真心高兴祝福他 他坏 我就真的为他担心 但有些人呢 我们喜欢听到他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们又不喜欢 听到他好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 同做一个身体的肢体当中 不要志气高大 是谈到了我们内心自己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有这个志气高大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或者说 看自己不合乎中道的时候 就会导致成这种志气高大 同时也会轻看别人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追求在这个思想上达成一致 追求合一的时候 要留意那些破坏我们合一的东西 可能就是骄傲 或者说这样的因素 这是第一点 不要志气高大 但是问题又来了 人类堕落第一次堕落的时候 其实里面 虽然是不顺从这种悖逆 这种玩个 明知故犯是罪 但是里面去包含着很多的馅 里面包括骄傲 吃的入住便如神 骄傲 自己不是判断善恶标准的终极源头 应该以神作为善恶标准来判断才是 但人却试图脱离神的话 自己自行判断 其实这个就是骄傲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悖逆 为什么 篡夺神的权利 神说不可吃 吃的日子变死 人却独自的去离开神 贝利神 然后自己去解释去判断 所以这背后里面也有骄傲 在里面 奥古斯丁是把原罪解释成骄傲 或者什么一种情欲等等 虽然不完全 但是包含了某个层面 在里面 那今天我们这些亚当里堕落的人 来到教会里面 能够去看别人 欣赏别人 同样的去欣赏每个人 同时又去谦卑的去对待别人 不骄傲 不那个志气高大的 秘诀是什么 除了听到神这样吩咐之外 我们还需要神给我们恩典 上帝借着圣灵 在我们里面感化我们 以至于我们的情感 认知和真理一致的同时 也能够去遏制我们里面那种败坏的本性 骄傲的本性 时常需要神感动我们 感化我们 光照我们 不然的话 我们自己知道自己里面有败坏 但是你要常常压制 压制压制 也不是压制的办法 很多的欲望不是压制的问题 大家可能认真过信仰生活 都有这样的经历 压制年轻的时候 还一听骄傲不好 然后在教会里面发现自己骄傲 总想让自己谦卑压制自己 发现压制压制 总有一天会爆炸 虽然当场可能会不会暴露出来 但是发现真谦卑并不是单纯靠压制 而是从里面就开始 从思想上彻底转变 不是压制你骄傲的想法 表现得很谦卑的样子 没有露出来 但是那个街子还是在里面埋着嘛 让我们谦卑的是彻底的恩典 刺透我们良心的生畜 把我们里面认为骄傲的那个毒根拔出来 当然这种过程是要一生不断的 有一个时候上帝光照 我们真的发现自己很卑微 也看到肢体的这个可爱和长处 去愿意谦卑去尊重别人了 但是过一段时间不小心这个东西又冒出来 就像韭菜一叉割一叉 一叉割一叉 直到我们死的为止 这个骄傲才与我们的旧人一同埋葬 最晚死掉的是我们的旧人和骄傲 一生要受他的折磨 一生要去靠着恩典去不断的对付的 这个好多罪行容易改 某个习惯 弟兄们抽烟的问题 酗酒的问题 什么某个恶习容易改 但是里面的那个骄傲呢 这个毒呢 直到我们死的时候 复活的时候彻底的根除啊 所以活着的时候需要持续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做工 不然的话 一定会在教会里面 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问题啊 教会就很难达成合一 比如说这个主张的问题 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真理是致命的核心的 有些是相对的啊 理解上的差异 不是每一个细节都一样 包括基督教正统的福音派里面一些 不管是改革宗教会拥有完全整全的真理系统 虽然改革宗是比较健全 相对比较丰富完全的 不意味着其他宗派里面没有真理 但是有些细节的到底因而犀利 还是成人犀利 对不对 有很多细节的差异 那有些是核心的不能妥协的三一论 基督论救恩论等等 基督等等 那这样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妥协的 大公教会正统基督教历史当中已经解决的问题 但还有些细节的问题 到底这个体制上是会众制好呢 还是长老制好呢 还是其他的 还是监督制呢 虽然有些人说这个长老会更合乎圣经 从旧约到新约等等 那有人说啊 我们要大家都是民主 所以这个有些差异啊 背后的精神差异 那这个会不会造成本质向的分裂呢 不会的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应该带着开放和相互理解 固然我们主张长老会更合乎圣经 但是我们也不会认为主张会众教派的 或者监督教的这种就是异端或者是不得救啊 因为这不是基督教信仰本质的问题 婴儿洗礼 有的人就死活不承认婴儿洗礼 有的人主张婴儿洗礼 那这不是基督教核心本质的问题啊 所以你相信婴儿洗礼与否 不会影响你最终下地狱的问题啊 旧恩的问题 他不会动摇基督教本质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 因此我们要学习 即便我们在追求思想上一致 在地上仍然有一些差异 理解上的差异 同一本圣经 即便拿着同样的合合本圣经 旧恩派 他们有的时候 有些异端是他们自己另拿圣经 其他的圣经 什么摩门教 或者什么 或者异端 他们自己翻译圣经 但是很多异端都拿着合合本圣经 但是解释不同 那正统教会呢 虽然拿着同一本圣经 但是肢结上会存在差异 这个肢结的差异 就不能成为破坏教会合一的 你到死都不肯妥协 一定要执着坚持的 好像放弃了 就等于放弃基督教正统信仰 那样的不成熟的那样的争辩 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 争论的都是肢结的问题 不同理解 不同的这个细枝上的差异 核心的东西 我们要竭力地追求统一 一致 但是肢结上 我们可以容忍在这个地上 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差异 所以某种不可动摇的核心的 一定要坚固的持守 某些空间呢 适当的有弹力 包括在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一家四个兄弟姐妹 同样做父母的教导 同样上一样的学校 那想法不一定完全一致 对不对 教会里面一样 所以在追求一致的过程当中 当下阶段可能存在着 不一致的现象 直到将来有一天 最终在基督里面 我们的这个旧人的身体 被复活更新了以后 那个时候 大家都在基督里 达成完全的一致 看起书里面 稍微可以瞥见一下 大家都在圣灾圣灾圣灾 赞美这个三一真神 是吧 将所有的荣耀 送诞都归给他 你是配的尊荣 那个被杀的羔羊 是吧 将尊荣归给他 荣耀归给他 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人 主张什么 这个不一样的东西 大家都达成了完全的一致 但是在地上 我们要留意 第一是要保持竭力 保持合一 因为这是三一上帝 已经成就的合一 同一个神体了 第二要追求合一 认知上我们还在 认知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这个是各自成长的 这个阅历啊 等等这个过程形成的一些分歧嘛 不断的在学习真理上达成一致 这个过程要经历啊 所以要福这个不要志气高大 我们本性里面那个骄傲 要不断的借着真理和恩典 来这个消除我们里面的 这要跟这种 这种骄傲的东西 要一生去征战啊 所以更多的祈求神啊 求你赦免我婴儿危险的罪 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 但是我知道怎么可能没有罪呢 只不过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 对不对 赦免我婴儿危险的罪 求主监察我 时常光照我 让我也认识到我自己的罪 让我时常谦卑在神的面前 祈求他的恩典 然后求主给我们恩典 去除去我们里面那种 那种骄傲的那种心态 或者是想法啊 这是第一点 不要志气高大 因为志气高大会破坏我们 这个和义啊 彼此同心 第三要积极的是 福救卑微的人 福救卑微的人 这里面福救卑微的原文里面 他可以做两种翻译 一种翻译就是翻译成人 一种翻译可以翻译成事 卑微的人 卑微的事都一样 如果反过来 一个人志气高大的话 他不可能去福救 这种福救呢 就是用在形容基督到成肉身之后 他就跟我们讲什么比喻啊 用人类的语言 这个叫做神学上的话叫做福救啊 趋救 迁就 适应我们的理解力 用我们的文化 用我们的语言 去向我们启示 属天的道理啊 上帝 他是至高的 和被造物之间 在存在上 在各个方面 都是存在着这种 不可逾越的鸿沟啊 绝对的差异 人再怎么成圣 也不可能成为神 上帝再道成肉身 他仍然没有变成被造物 他取了被造物人性 但是他没有失去他的神性啊 所以上帝是上帝 人是人之间存在着 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是上帝为了让我们认识他 他去救福救我们 像母亲父母教育孩子呀 跟他讲爸爸妈妈 我们之间沟通 哪有说你妈妈 当然有些地区可能是这样啊 东北不会说你妈妈去哪 这个就有点娘 有点那个怪啊 但是对小孩子 爸爸妈妈给你吃个 什么香香等等 小孩子的语言跟他沟通 对不对 成人之间不会这样沟通 所以上帝用一种 迁就我们的理解能力 一开始用什么 宰牛 杀羊 这种会目 这种看得见 摸得着的 这种教材 来教导我们一些 忠报 救赎 礼拜的真理 直到基督来 我就是 那个殿 我就是那个羊 我就是大祭司 我就是那个先知 我就是 我就是 所以让我们亲眼看见 亲眼摸着 这都是迁就我们的理解力 上帝 他这样的迁就我们 所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呢 作为同样的肢体 如果一个人 想和其他的肢体 达成一致和同心的话 我们不仅要克制 除去这种骄傲 自大 过高看自己 或过低看别人 亲看别人 就应该能够去 驱救 扶救别人 教会里面 这个暗示了 教会里面 在智商上 在社会地位上 在财富 财能 各个方面会存在的差异 有人说 上帝怎么不公平 我一出生出生 在这个中国最困难的 什么什么乡村里面 从小就接受的这个资源 就有限 有的人一生就生在 含着金汤勺出 这个所谓的富二代 不需要富奋斗吗 什么都有了 去学什么 这个小题型 什么英语班 舞蹈班 什么班 家里面教育条件 看的听的都不一样 那这两种人怎么竞争 从来不存在公平 我们学基督教 要的艺术学了 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智慧 和美意 会分配给不同人 不同的资源 我们不是说教导命运 但是我们要 有信心的人要理解 为什么存在这种差异 上帝不统一的分发 同样的资源 大家都出生在上海 都出生在北京 大家父母都是家庭富裕的人 没有 社会上就没有穷人了 对不对 一定存在的差异 为什么答案在上帝那里 我不理解 但是上帝按着他的公义 圣洁智慧 这样分配了不同的人 来到教会里面 社会地位 经济能力 这种智商能力 才能等等 会存在着差异 但是 一定要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要学会福旧卑微的人 我们不是天天跟那些 有权有势的人 打招呼 哎呀 弟兄你来了 跟这个世界500强的 这个CEO握个手 然后一看后面来一个 这个在首尔站 这个蹲着去捡塑料瓶的 一个弟兄来了 装美看见脑袋一弯 雅各书里面说的 那是极端的例子 在教会里面 把人分成369等 喜欢跟有钱有势的人 凑近乎 然后却轻视 蔑视那些贫穷软弱的肢体 高有地位的人 请上座 其实教堂里没有什么上座 听到的话 当然是靠前座是上座 牧师讲到 不会讲得太兴奋 这个拓沫星子 喷到大家 不必担心 但是一般心理上的 坐在 人坐在最后面 心理上是有奇怪的反应 我自己也是 刚刚信主的时候 蒙恩的时候 喜欢坐在第一排 然后瞪着眼睛去盯着牧师家 随着时间的退 渐渐的开始越往来越往后了 这种心理的变化 我说的这个重点不是这个 我们社会上会议场 餐桌都有位子 亚洲人的文化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比如说请上座 然后请坐在那个凳子脚上 等等 这个是差别对待的这种反应 说明教会里面 的确是存在着社会地位的差异 有钱富足的弟兄 贫穷的弟兄 有一些是这个罗马高官 什么宫廷里面的人物 有一些人只是普通贫民 甚至是奴隶 那么在教会里面 怎么形成这种不就卑微的人 把对方视为基督的肢体 自己的弟兄 而不是按照社会地位 以福所书里面 保罗也教导那些当老板子 奴隶的主人 和自己的奴隶 都信主了怎么办 一块去教会礼拜怎么办 那个做奴隶的弟兄 不能轻看 因为自己的主人 是自己的弟兄 就轻看他 那做老板子 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工人 给我打工的 我就轻看这个弟兄 不能 为什么 在基督里同为肢体的缘故 这就是基督教里面的新的伦理 菲利门书里面 保罗写给菲利门 菲利门是奴隶主 阿尼西姆 是菲利门原来的奴隶 保罗在罗马好像是坐监的时候 结果菲利门就 这个阿尼西姆就 偷了他的一定的财物 跑了 结果遇到了保罗 保罗给他传回信主了 然后服侍保罗 后来保罗觉得有必要跟奴隶的主 这是文化层面 给他写信跟他沟通 就说你这个人在这 他虽然以前是对你没有意 现在是一定对你有意的 想觉得按道理上 还是打发他回到你那里 不想勉强留在我这 虽然对我现在帮助我是有益处的 那这个伦理是什么 他没有废除奴隶制 但是已经超越奴隶了 变成弟兄了 老板奴隶的主和奴隶之间变成弟兄 主内的弟兄的关系 那种弟兄之间彼此接纳和饶恕爱的关系了 来到教会里面 社会地位有差异 但是一定要想到在基督里同一个身体 这是事实 那如何认识呢 在真理上达成医治 因着学习真理我知道 原来我们是一个身体 然后我们的感觉也就随着我们的认识带来了 想到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同盟恩的弟兄姐妹 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在鼠邻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了 这样的话就不会 虽然世俗上兄弟姐妹之间有的时候也瞧不起吗 这是被中国的这种唯物 这种案前论英雄的这样的错误的败坏的文化 熏陶的造成了人情淡薄 就看势力对不对 找对象的时候也看 虽然这是动物的本性 动物世界也是找那种熊动物的时候 也是羽毛漂亮的肌肉强健的对不对 打了一顿谁胜了才跟谁吗 动物本性也这样 但是人类是有道德的有理性的 不能这样 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因为过得不好的 瞧不起回家过个年 不是享受家庭的和睦 而是受折磨 为什么 那些过不好的总被歧视吗 一谈论就谈论什么房子的平方数 用的什么车 买了什么名品 那些过得不好的人就被歧视 什么意思 所以虽然世俗上弟兄姐妹之间 被世俗文化世代 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因此我们在基督里 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个新的 新的样子 光和炎的作用 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伦理 新的想法 这样的话 这个腐败的社会 看见教会的不同 他们就因此 被吸引嘛 因为教会里面 有一些社会上不具有的 美 吸引他们嘛 社会上彼此之间勾心 斗角 互相利用 教会里面真诚的彼此像 不清开任何一个人 彼此当作肢体一样 这样爱 旁边看着也羡慕 为什么 他也渴望能够有这样真诚的被爱和爱的对象嘛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越学真理 应该向着这个真理的方向去践行 虽然这个路程是比较难 大家可能有的时候 自己尼菩萨过河 自己都自身难保 之前我也说了 那种压力 以至于自己都没有那种余力去照顾别人 但是至少我们应该知道这种方向 不能丧失这种努力的方向 对不对 所以要扶救卑微的人 这种不是那种 那个慈望 那叫什么呢 谁能想起来 中文 那个故意装作好像那个样子去 不是真的去 而是有一个词 算了 我回头找的时候在 这个词汇 词库渐渐的 这个好像我脑子里有个橡皮擦 那个电影 有些东西词汇就忘了 不常用就忘了 这个功力会打折的 中文水平就开始弱了 什么意思 不是表面的好像 那个我有很高的姿态 故意的那个真诚的 真实的 跟前面的时候 与哀哭的人通哀哭一样 所以真的把对方当作肢体 这样的话 对方也不会感觉到什么不舒服 有的时候上面的人会以一种好像故意低的姿态来接近我们 但是会让我们感觉不舒服 为什么 那个叫什么 那个词就忘了 哎呀 非常贴切的 所以福旧卑微的人 就是抛除这种地位上的差异 真的把他视为一个人 一个肢体 同为肢体 我们之间同为肢体 保罗讲了很多这样的道理 哥林多书里面谈到了什么羞耻的 荣耀的 软弱的 刚强的 有些肢体是在外面看得到的 有些是隐藏的 有些是荣耀的 有些是羞耻的 哪怕是我们感觉到羞耻的那样的肢体也不容忽视 很重要 反而上帝给他了更多的尊荣 没有他不行 等等 所以每个肢体都应该视为宝贵 这种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 这种态度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不然的话就无法做到这种同心 心思上视对方为同为人 同为肢体 特别关爱那些卑微和卑微的人和事 所以这里面说什么 福旧卑微的不只是指人 包括事一样 如果我姿态很高 你看我是什么什么人 我怎么能做那样的事 卑微的事情不愿做 这个也不可能达成同心 当我们有这种心理的时候 其实就骄傲 我们也不可能一视同仁的去对待别人 所以对待卑微的人和卑微的事是同理的 里面同样出在我们里面 真的是不是以一个谦卑的心去服事 对待别人和对待卑微的事 所以有时候那个事情 我就不做 我在什么公司我都不做 我在家都不做 那种卑微的是怎么做 就把自己已经放在很高的姿态上 那谁能做呢 卑微的人去做吗 伴随着就是把人已经分成 三六九的把事业分成 我们的主 他本为至高 对不对 受天上的使者崇拜的 万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三一上帝与父同等 位格之间差别不错 同本质 同受尊荣的那位基督 那位圣子 但是他却取了奴仆的样式 取了人的样式 然后甚至用那种最羞辱的被赤裸裸 我们看到什么电影 图画都有遮羞布 实际上都是扒光了 那种最受的最残酷 最羞辱的羞辱 他是神的儿子 为了我们的缘故 他存心虚极 顺从父的旨 以至于死 却死在这种最卑微 最羞辱的时下 挂在哥哥他那个小山丘上 来回走的人 所以说西伯来语的 修罗马拉丁语的人 来回走的人 看见了都笑话嘛 他竟然受罪人的这样的顶撞 拒绝和羞辱 更何况我们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本来就卑微 圣经形容我们是从尘土 甚至更严重 粪土粪堆里 抬挤我们这些贫寒人 甚至大卫说我是蛆 我是虫 从粪堆里面能扒出来的活物 就是蛆和虫 如同蛆这样污秽的 卑微的这样的存在 上帝抬挤我们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 这个轻看别人 一方面我们是尊贵的 神的行星像是 另一方面我们因着罪的败坏 堕落我们是 遭愤怒 是卑微的 羞辱 使得存在 但是基督上帝 因着他的救赎 抬挤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 甚至是在社会上被轻看的人 我们中间蒙召的 按照地位来说 尊贵的不多 不是没有尊贵的 尊贵的不多 有知识的不多 大部分都是卑微的 所以格林多教会里面 出现这种分歧的时候 保罗就教导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 社会上存在这种 分配不均的 这样的贫穷人 富族人 其实就是教导我们 学习公义 公平 相爱 犹太社会 那些照顾那些贫穷的弟兄 当有贫穷的弟兄 在你们中间怎么办 那些富族人 有责任去照顾他们 学习爱 坐在他们身上 就在坐在主身上 那同样教会里也一样 同样的原理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圣灵告诉我们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福旧卑微的人 后面是不要自以为聪明 一样 骄傲的人 就以为自己聪明吗 圣经教导的 我有 圣经教导意义 它有千千万万 无数个想法 都可以否定圣经 这就是以自己 认为的想法为对 这就是自以为聪明 聪明到一定程度 上帝的话都不如他聪明 上帝应该把 这个善恶果树砍了 省得人半岛吧 或者是抓住 下娃抓住那个 那个善恶果的时候 正准备吃的时候 突然吓一下 他就一下就 果子掉地上 不至于吃了吗 不至于犯罪了吗 就不至于那么辛苦 什么救赎的问题了吗 亚当正要吃的时候 上帝出来一打 把他手上的那个水果打掉了 不就不犯罪了吗 我们有无数个 比上帝更智慧的 这个对策 对不对 为什么基督教 就信基督教才上天堂 不信基督教就下地狱 你们上帝太独断斩行了 他没搞清楚这个逻辑 然后就险乎上帝太 专横 信你就行 不信你 信你就爱 不信你就恨 然后给你搞到地狱里面 他假设是所有的人 都应该上天堂 他不是假设 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应该下天堂 上帝只不过把一些人 连面堂 捞出来而已 他假设的是 所有的人都是善人 应该上天堂 你让他上天堂 让他不下地狱 你就独断 你就不公平 所以我们的聪明 总是去论断上帝 扶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所以来到教会里面 很多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思想 和上帝的道冲突的 我个人不是很聪明 但是也学到了一些 自以为聪明的东西 从小学到初中 接触了很多洗脑教育 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结果信耶稣以后 发现读圣经 起初神创造天地 胡扯 哪有神 天地怎么能创造了 进化的 那些思想冲突 都是自以为自己的观点 对 自以为聪明 跟圣经打仗 无数次这样的冲突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要学习谦卑 接受上帝的话 离开上帝的真理的本源 敬畏耶稣华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 真正相信神 敬畏神 才是真知识 真智慧的开始 以自己为真理的源头 自己掌握一切的真理 拒绝上帝的话 就把自己陷在这种破露的池子 不能乘水的池子 离弃活水泉 离开真光 陷入到黑暗里 然后又以为自己拥有真理的光 结果自己就陷在黑暗里 好 我们来做总结 人类堕落后 最带来了一个结果 就是割裂 原本是同一性的人类 但是在思想上 情感上 多方面因着罪的言果 产生了割裂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亚当和夏娃 亚当和上帝兄弟之间 那基督来就是要恢复 使无论犹太人 还是外邦人都在基督里成为一 成为一个属灵的身体 成为一 所以我们既然在基督里 已经成为一了 这个是事实 同位肢体了 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 要竭力实践和保守这个合一 没有一个人 破坏到一定程度 我们自己把自己 从基督身体上隔离开来 不可能 但是我们可能在现实当中 去破坏教会的合一 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要竭力维持保守这个合一的心 想法 态度上 那如何保守这个竭力合一的心呢 首先要在认识上 达有一个同一的根基 认识上 同一个根基 认识我们是 在亚当里 具有同一性 在本性上 在自然上 我们具有同源和同本性 第二 在亚 第二亚当里 我们具有同一性 因为我们在成为 基督奥秘身体的一分子 在恩典里 在属灵里 我们各自做肢体 都是基督的身体 持定基督元首 所以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在基督里 应该追求在真理上 同归于 因着上帝的恩典 我们已经成为 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了 受洗归入基督 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我们就成为 它是宇宙性身体的一部分了 被嫁接在基督的 这个加橄榄树上了 但是我们要认识上 要合一 竭力追求认识上合一 不然的话 我们因着认识上的分歧 也就会在造成 现实当中的分裂 我们在网上也好 在有形教会里面 也经常遇到这种 因着肢结的理解上的分歧 造成老死不相往来 好像什么异端和正途之间的差别 其实不至于上升到 那么严重的地位 所以在认识上 要追求同归于 然后当我们既有属灵的合一 又有认识的合一 又竭力的去 不志气高大 又服就卑微的人 这样的操练 在恩典里 我们才能够渐渐地达成 爱理的合一 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身之间 有一些拦住我们合一的东西 本性里面的 我们自己的败和软弱 另一方面 我们要更求恩典 使我们能够与真理指示的 那个一致 达成一致的这种 认识上一致 感情上也达到一致 不断地以这种看为 看对方就是自己的弟兄姐妹 看对方作为我们是肢体 这种操练 不断地以这种新的观念 去认识对方 他不只是这个 林阳不只是来自一个四川的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国人而已 就想到 同是基督的肢体 他就是我的 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 虽然血缘上 性别上 性事上没有关系 但是因着基督远过 我们都成为一家人 这种看法 以新的视角去 不断地去看对方的时候 就会克服很多的 这种割裂的情感 所以我想以以夫所书 第四章第一节到六节的 这样的经文来做 今天讲到的结束 我为主被求的保罗 劝你们 既然蒙昭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先有这样的恩典 所以应该活出与恩典 已经得的恩典相称的生活 所以如何活出来 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 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合一的心 不要失去 身体只有一个 不可能有两个 因为头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个盼望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 求主怜悯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 至少在我们 这个有形交汇里 一起过信仰生活的时候 竭力实践操练这个合一 分歧一定会有的 但是分歧不能成为我们 破坏合一的借口或者是理由 我们要克服这些差异 理解这些差异 然后看到我们共同合一的 共同的基础和恩典 愿是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世界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地用紫媒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放